一生整歌待旦 光榮退伍之后 却只能孤老终身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温柔乡 能够照顾我们的话 你还会在乎眼前的人 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吗 今天我们来讲老兵的故事 话说老兵被小姐姐给骗光存款的事情 虽然还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我们先不论这些小姐姐的目的是什么 但如果你跟这些老兵们一样 一辈子整着武器等待天明 随时准备作战的话 换做是你的话不会沦陷吗 其实过去眷村常常听到 谁谁谁 哪个老农民又被骗光终身奉的故事 但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些老伯伯们会落到如此下场呢 在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之后 从民国37、38年开始 一百多万人随着国民党迁移到了台湾 其中有六十多万是军人 所以大多数的老兵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十几岁就突然当了兵上了战场 渡海赴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一去就是几十年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回到故乡 这边我来补充一个真实故事 那是国府撤退来台的时期 一个年轻的阿兵哥前往市场采买 然而他对当时台湾的背景不熟 更重要的是他不会说台语 所以他就成为了当地人的眼中钉 想要直接打死他 几个愤怒的台湾人追着他打 他只好落荒而逃 一路奔跑着伤痕累累 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个小店躲了进去 被一位女店员收留了 那位女孩看到了他的伤势深感同情 便将他藏了起来 这段生死之交不仅让他幸存 更让他遇见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女孩的温柔和关怀 让他不禁坠入了爱河 这个故事是我奶奶口述的 而主角正是我的爷爷 其实当时的外省人走在街上 还是存在着很多危险的 很多外省人被本省人杀害 不过这些人多半没有人会为他们发声 毕竟他们单身来台也没有后代 我爷爷是比较幸运的那个 回说到那个年代 台湾的自然环境跟人民生活 都比沦陷区来得好 对于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 重新开始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老兵们还是没有办法走入正常的生活 在民国41年的时候 国民政府决定实施金兵政策 以便让老洛残兵从军中退下来 因为国库实在是没浅钱了 然而为了反攻大陆的需求 政府同时也希望留下那些 具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士兵 因此政府订定了一套规定 凡是青壮年的士兵 无论当年是出于志愿或是被迫从军 都被晋升为士官 这也让士兵的服务年限相应延长 而士兵需要年满40岁才能够退役 士官要满50岁 士官长要满58岁才能退役 而战争不只在这些士兵们身上留下创伤 政策也像是无形的枷锁 牢牢绑住了他们的未来 为了更方便管理这些人 美其名是为了防止女匪蝶 假借结婚之名渗透军中 也为了避免军人因为结婚而分心 颁布了勘乱时期 海陆军军人婚姻条理 还有军人户口查记办法 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 或是技术士官才能结婚 而且用军人身份补给证 作为军人的唯一身份认证 还有管理依据 这也就是现在军政的前身 却造成了低阶的士兵不能结婚 不能拥有家庭 也不能领取身份证的惨况 这些县世使得原本就语言不通 无法融入社会的老兵 成了真正的边缘人 即使婚姻限制到了民国48年有所放宽 年满25岁的所有士官都可以结婚 信义士兵服役满三年也可以结婚 民国57年又修正了军人户口查记办法 让大多数的军人可以拥有身份证 但这个时候那些低阶士官兵们 都已经差不多40岁了 前面有提到士兵被规定40岁才能退伍 这时候又老又没有一技之长 当时的军饷也不高 又因为官阶不够高 所以没有被分配到眷村宿舍 他们只能挤在眷村的周边或山区 或其他台湾人聚落 毕竟这里也许能碰到以前的同梯或是同乡 这样的生活对他们而言 不仅只是经济上的困境 更是心灵的空虚跟寂寞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一般人 又怎么会愿意跟这些老兵成家呢 当时的老奖喊出了那句激励人心的口号 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在这股民族复兴的浪潮之下 有一批可怜的外省老兵 被这句口号给深深感染了 觉得很快就反攻了 对此深信不疑 这边也补充一个真实故事 由于大家都觉得很快就可以回到大陆了 所以基本在台湾就是钱一概不留 像阿牛哥家就是这样 我爷爷就常对我妈说 平常不用太辛苦啦 因为回到大陆我们就做少奶奶了 不要省这个省那个的 地根房子我们要多少有多少 不要在台湾留财产 当然我爷爷算是比较幸运的啦 其他的老兵也因为这个口号 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自己的终身大事 或是被老奖管制不能结婚 更加上没钱所以没有成家 所以他们也深信不疑 认为反攻一定是很快就会实现的 毕竟在这个年代啊 谁也不会去怀疑 因为谁怀疑谁就是思想有问题 我们讲的老农民 其实是指那些退伍军阶 在四官长以下的外省退伍军人 这些人也有一个特别的代称 指的就是这些外省籍的低阶士兵 士官相对而言就是韩籍 而韩籍所代表的则是 民国50年以后 在台湾被征兵进入的本省兵的代称 不过最早也只是在军中的代称 并没有歧视的意思 但这之后却因为不少低阶退役的外省老兵 在社会地位比较低 无形给了老奥贴上了社会底层的标签 与之先民对比的是军官们却过着舒适富裕的生活 他们钱多多也不会被蒋介石管制 命可是好得很啊 还有眷村可以容身 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地方不是律定的眷村 但住户却大多是农民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单身的外省人 多数是外省士兵阶级的原因 根据退府会的统计数字 有超过5万的老农民一生都未成结婚 当时的台湾又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那些有结婚的老兵里面 他们的伴侣大多数的年纪相差较大 而且可能是寡妇再婚 养女 九女 或是残疾人士的情况 这些老农民们也清楚的知道 自身条件可能不够好 所以在挑选伴侣时可能也不怎么挑剔 只要有人赔就好 台湾解研以后在这些老二之间 也开始流行到沦陷区去取妻 这时候的老农民们也不是一无所有 平常省吃减用也没有什么花费的他们 也存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 虽然他们大多60几岁了 但这笔钱对当时沦陷区的许多地方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于是一批为钱而嫁的女子 就这样来到了台湾 当然一样名养百样人 在这些人之中还是有很有良心的一 对老农民们照顾有加 让他们想想轻浮 但更多的是唯利是图的 也因此常听说 有哪个农民北杯又被骗光了积蓄 甚至为了遗产而遭到下毒陷害的 当时的退辅会为此也伤透了脑筋 然而即使如此 还是有不少人前仆后继的赢取 那些涂谋不轨的新娘子们 你要问为什么吗? 其实理由也是挺简单的 孤单寂寞觉得冷想念家乡 当时戒严时也回不去家乡 但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仍然是记忆犹新 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越是想念故乡 然而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了 毕竟他们早在台湾生活了50多年 而这些从沦陷取来的新娘子们 就成了最好的慰藉 尽管知道这些人的动机不单纯 但仍然愿意再相信他们一次 毕竟再也没有其他人对他们这么好了 当然退府会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防止那些贪婪的检丝大队 抢走农民们的财产 也因此修法把这些农民北北的 月退凤的秦岭标准 比造成公务人员一样 以保障他们的权益 也让过去有些专门锁定高龄农民下手 借此获得高额遗产 以及多比遗属津贴的粉红检丝队 打了退场鼓 在修法之前 这些检丝队的头人 是一个40多岁的小姐姐 在10年之内嫁了5位老农民 而这5位老农民全部病故 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知道到底是他的眼光太精准 还是有个穿着蓝色西装的小学生 在附近徘徊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坏啦 还是有一些人愿意陪伴 照顾这些农民北北 走完人生最后一礼路的 他们用自己的真心和爱心 让这些老农民们感受到的温暖跟关怀 可以说真的是遇到了真爱啊 虽然这些农民伯伯常抱怨 体制害他们的婚姻跟家庭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因为这些不圆满 所以把视他们为子弟的老蒋跟小蒋 当成自己如亲如父的亲人 长期的军中生活 让他们对领袖 中华民国 三民主义跟国民党 有着格外的尊重 好了 今天农民的故事就说到这边了 不知道你还听过什么 有关农民的故事呢 欢迎分享给我们知道哦 按赞留言加分享 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 或是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继续活下去吧 我的学习笔记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